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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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瑜办公室用买卖自由替韩国瑜换家 但探开时间点更是巧到不行 韩国瑜2011年购买豪宅预售屋 2013年任北农总经理 2014年开始探寻卖房 2015年成功卖给一位名医 2016年民进党市议员 开始在市议会检视北农总经理工资本市议员 开始在市议会检视北农积效 这么刚好豪宅卖了 连申报都躲过 换房直接用贷款 就先处分掉了内湖的房产 然后再贷款在这个南港 购买这个预售屋 那又是购买预售屋的部分 所以呢一开始是负担包括像是 头期款以及部分的利息金额 但是呢他们其实是有点高估了 可能财务负担的压力 那么因为考量到说这个压力的部分 所以后来就最后是只好在赔本售出 韩国瑜买豪宅奇迹 最后用小赔200万杀出 想举险 但算算当初购入豪宅总价7200万 韩国瑜得拿出三成 至少2000万工程款才买得到 失业十年一出手就是劳工一辈子辛苦钱 庶民总统的庶 可能是负庶的庶 三天新闻优家伟格子刚 朱淑君陈正台报报导 好 根据这个周刊所报导呢 韩国瑜在2007年 中和市副市长任内 前后转战立委 但是中间有一些波折 反正他被取消了 这个选立委的资格 那么一路歇下来 就失业的状态 但是2011年的时候 买了南港第一豪宅 称为无双 就是日升月恒 那么他的自备款是2150万 那贷款呢 七成的话大概就是5050万 那本金加利息要付30万元 王立宇金也算了说 这个金额很高耶 一个月可以不吃不喝 拿出30万的人 你看台湾有多少 但是这一位庶民办到了 难怪我们家记者也要说 这是台湾经济奇迹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怪就怪在 这个是个预售屋嘛 但是呢 他在2012年担任北农总统 算是2013年啦 因为2012年底的时候 那开始呢 准备要交屋之前 开始准备要来卖房子 那么卖啊卖啊 当然房子也没那么好卖 从2014打算卖卖到2015年 终于卖出去了 这过程当中 现在媒体报道完之后 当然除了我们讲的是说 庶民买房买了7200万 真的是很厉害之外 其实今天早上朗东去了现场 对不对 这房子还真的是 堪称豪宅当之无愧 没错 因为今天稍早的时候 我就去到这个现场了 然后就跟这个豪宅合照一下 为什么要 为什么一定要自拍 你知道为什么 你自拍可以漂亮一点吗 对 不够专业 为什么我一定要自拍呢 因为没有办法住在里面 至少在外面 又过过干预 想象我住在豪宅里面的一个场景 那你会发现说 这栋大楼总共的话呢 有21层楼 有136户 那其实你说它7000多万 对它来讲不是很公平 为什么 因为它的频数规划 从74瓶到170瓶都有 如果是170瓶 它当初刚开始卖预售的时候 罕价甚至到1瓶100万 所以这个最贵可以卖到 1.6亿到1.7亿左右 看它买的房子 对那韩国瑜买的呢 是大概90瓶左右的这个房子 那这个屋龄的话 大概就是4.9年 差不多就是快5年 那你看它附近的这个地段 我还去附近走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出社会第一份工作 是做房地产的 老习惯附近走了一下 发现说 它离南港软体园区 还有那个南港捷运站 还有南港的这个高铁 其实都在步行 或者是车程3分钟以内 完全就完成了 这个南港重划区里面 最精华的地段 大概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豪宅 那但是韩国瑜 他买这个豪宅的话 有趣的点是 为什么到现在才爆出来呢 因为它利用了一个草房 或是所谓投资客 很惯用的一个技法 什么意思呢 因为它这个贷款 真的要缴的时候5000多万 一个月大概要缴30万嘛 但事实上 它不用缴到这个钱 因为它还没有点交 所以说很多投资客 就预售屋嘛 预售屋的时候的话 只要缴到三成的钱 就大概先拿2000万出来 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因为有些朋友 可能对于这个投资不够理解 稍微解释 假设了房价7000万 那你一开始只要付三成 就是你只要付2000万 如果这个房子涨了30% 涨价的话 它总价会变到9100万嘛 那减掉原本的这个房价 就是7000万的话 你赚多少钱 赚差不多2000万 因为中间还在手续费 跟税费的关系 2000万 意思是什么 你掏2000万出来 你就赚2000万 如果你在一年之内 完成这件事情 投报率是100% 100% 你知道 有在玩股票 人都知道 你要稳定的 每一年赚到10% 你就是高手 是 如果你有半 所以说 你去投资房产的话 如果你在一两年之内 可以做两年做到 投报率50%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 很多人就抱怨说 房价高涨 然后说买不起房 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 有韩国瑜这种人在炒房 那现在韩国瑜阵营还出来 在那边胡说八道 那边辩解 说是他是自用的 这个鬼扯到不行 几个理由 第一个 何廷欢 就是他们发言人 他讲说 因为发现这只有90坪 太小了 没办法住 有三个小孩 那我先问一个问题 你说你是庶民 或是一般人 一般人一个家庭 五个人 夫妻加上三个小孩 五个人住90坪 不够吗 你扣掉公社之后 还有70几坪 那为什么这样的空间不够住 你知道在台北很多人 是一个家庭 这是两三个家庭 住在一个小公寓里面 这样子去生活的 你说你体名所苦 结果你自己的生活标准 却是说 我一个人的居住空间 没有二三十笔以上 我住不惯 我没办法住 第二个事情是说 你说你这个是自住 那为什么是在当下的时候 你要买预售屋 自住你就是要住进去 你先买预售的话 你怎么会知道 你当下是没有办法住的 他还说他卖掉 内壶的一些房产去买 这件事情就更奇怪了 那你要住哪里 如果你就把你房子都卖掉 所有的钱去投资预售屋 那你要住工地吗 还是说你要住云林 那个时候云林高铁 应该是还没有通 你要怎么样去上班 这就是总统的疑点 第三个 如果你是要自住的话 你根本不会有 什么超乎财务规划的问题 因为老在你签约的那一刹那 你就知道你负多少钱 契约书就写得清清楚楚 你在点交之前 每个月付多少 点交之后 每个月贷款是多少 这些全部都算得非常的清楚 包含房子的大小 够不够住这件事情 你知道你去看房子的时候 建商有预售屋 它会有样品屋嘛 样品屋就是 它会搭一个地方 跟那个原本 你知道买的一模一样大 一模一样格局 结果你看完之后 你完全没有察觉到 这个不够住 然后等到说 房市稍微在下修的时候 这才把它卖出去 所以你会从他 韩国瑜卖的时间点 你就会发现说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房地产炒房的一个行为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房子完工的时候 就在大多五年前的时候 那在2014年 大概9月10月嘛 那时候房价开始跌 然后韩国瑜就在这个时候 隔了一两个月之后 他不点交 他直接去卖给另外一个人 所以他就不会出现在 整个财盘申报里面 这产生第二个盲点 就是什么 就这钱哪来的 你失业了十几年 结果你竟然可以掏出2000万 这个2000万真的太神奇了 因为他们家还有另外一位 没有失业 对 那李嘉峰就算是没失业 可是在他们财产申报里面 不管是他过去选 余林宪议员也好 或者最近一直韩国瑜要选总统 所以夫妻财产 共同申报也好 都看不出这笔2000万的闲置资金 因为他们财产申报4000多万嘛 其中他说2000多万 都是选主补助款 刚刚是这样的补助款进来的 然后剩下的一些钱 加加总统 怎么都错不到2000万 而且你要做这个投资客 不是说你有2000万 建商就会卖你 你要有一个财产证明 去说服建商说 以后你贷款付得起 所以你一定是有某一些财力的方式 有些地下的财产 让建商相信说 我卖给你之后 你真的会点交 你真的会付贷款 所以说李嘉峰跟韩国瑜 这一家他潜藏 还有一些地下金库的资产 可能在5000万 甚至1亿以上 这些完全都隐瞒 那你身为一个总统候选人 你真的家里面有钱 你破译 其实这也是合法嘛 可是你为什么要骗大家 说什么一碗矿泉 一杯矿泉水来一碗卤肉饭 那所以我今天 一直看着这个矿泉水 我就一直在思考 是不是我在喝矿泉水的时候 没有跟卤肉饭搭配在一起 没有产生一种 魔幻的化学效应 以至于说 这个豪宅的钥匙 一直没有出现 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真的非常的畅谎 因为你知道 对于非常多台北工作的人 或者所谓 从中南部上来工作的人 他们每个月居住的地方 是一个小小的套房 可能的那个 甚至连自己的厨房 要自己在家里做菜 都没有到一直吃外食 然后营养还有可能会不均衡 很多的打工族 青年人是处在 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结果有一个人跑出来 他抓到庶民 他体名所苦 结果他财产申报 完全不识不明 不知道这些钱到底哪里来的 然后第二个是说 他去买了一个 将近七千万的房子 随随便便掏了两千万出来 而且买的还不是自己要住 还是拿来投资用 虽然他最后投资 小赔了一两百万 但是投资本来就有赚有赔 这个钱可能对他 潜藏的资产来讲 根本就不算什么 这个就是一连串的谎言 这些谎言说完之后 结果他们发言人还出来 不断承认这件事情 那就还假说 投资是个人的这个自由 对我知道 投资是个人的自由 可是你不要一边去炒房 去炒豪宅去投资 另一边就说你是庶民 说你两手空空去高雄打天下 然后是请大家捐款给我 很多小吃摊 或是自行车司 就相信韩国瑜那里 他有去年的时候就捐了钱 要是他们知道说 韩国瑜早在2011年的时候 就有办法花2000万去炒房 他们心中作何感想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在于韩国瑜本人有没有钱 而是你不管你钱有多少 你要有诚信 郭台铭他有钱 他不会否认嘛 他不会说其实我超穷的 他只会说他过去穷过 这都是事实 韩国瑜他就一直说 我很穷啊 我这个生活很苦 很多大家辛苦 一个嫌九十平太小 没办法自住的人 真的懂大家辛苦吗 我画上非常大的问号 郎东讲得非常详细 其实现在大家内心也都充满了黑人问号 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失业的人 可以买七千两万的房子 刚刚提到郭台铭 我还记得之前 国民党在打初选的时候 还曾经韩国瑜一度质疑说 我们的房子都没有人家的一个厕所那么大 但我现在也觉得说 其实他们的房子也是很厉害 只是先卖掉了 所以你不知道 我想问的是天灵 今天何庭欢说了 庶民也有买房的权利 他怎么说呢 他说一开始是在内湖贷款购屋 之后考虑到家中有三个小孩 生活空间可能不够 就先处分掉内湖的房产之后 再贷款在南港买了预售屋 那因为是预售屋 所以一开始只要付款投机款跟利息 但韩夫妻可能觉得说 高估了财务能力 因此考量这个压力就把它卖了 然后而且是任赔卖出 舒缓财务的压力 你怎么来看这一段回应 我觉得刚刚朗东讲得很好 就是说台湾其实很多很有钱的人 当然也有很多钱 经济比较差的人 这是我们要来努力缩短贫富差距 可是我们并不仇富 所以你看到说 郭台铭董事长 他不仅不掩饰自己的财富 他也邀请网红到他的豪宅里面去 进行直播 然后他让人知道 我就是努力来的 这就是我努力来的 就是我拼手之督打拼都来的 那郭董事长他到现在的郭芬 也是不离不弃 他到现在社会还是有一定的支持度 你只要是自己打拼 不要违法来的 人家要跟你说 你真的有材料 可是为什么要隐藏呢 可能是因为李嘉芬的家族 他以前是杀死起家 地方派系起家 李嘉芬跟韩国瑜都担任过民意代表 不管是议员还是立法委员 然后他们又共同开了贵族学校 那贵族学校的收费是相当的高的 所以那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标准之下 拥有豪宅 可是他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是用一罐矿泉水跟一碗卤肉饭 打败民进党 然后他拥有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捐款之后 他现在去参选总统 是庶民总统 那这样子的一个富有的程度 基本上好像要变成一个包袱 这还不打紧 他还打一个是阶级战争 你不觉得这很可恶吗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富有的人 那你会说 好 因为我富有 譬如说郭泰民说 我零到六岁政府养 然后我因为有企业经营能力 我可能要怎么做 虽然我还没有听到他怎么讲 不过他也要讲他一套 那韩国瑜他不是 他不讲方法 他隐藏他自己的财富 然后他把自己装作庶民之后 打阶级牌 你知道阶级牌 就是这一阵都在讨论学贷 你不觉得这很可恶吗 学贷的部分我跟大家讲 在高雄还在议会还在进行 市长落跑的议会 是没有停止上班 还在监督什么 他就问那高雄银行 你现在是国民党执政 韩市府 要不然你高雄银行率先做 你要怎么样所谓的 学贷政府吞下去 要不然你高雄银行试看看 结果你知道财政局长 跟高雄银行说 不行啊 这时候我们有专业治理 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银行 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那你一方面打阶级牌 一方面你的高雄市政府 不处理这样的事情不打紧 你又把教育局的预算往下修 那这种情况之下 说一套做一套 还不是最可恶的 他推一件事情 高雄市要推怎么样 房贷增加到40年 你知道那意思吗 就是说我一方面 学贷不帮你解决 高营还要推出 在我们高雄市的年轻人买房子 我帮你最多30年 我补贴你到40年 一手炒房 一手增加房贷到40年 你是要套牢死这些年轻人 是不是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本来就是有钱人 你说你的经济牌 就是要炒地皮 马英就讲过嘛 地皮越高 代表越繁荣 这他以前的政见 要不然你讲 你不是 你现在告诉我们是说 哇 学贷很高啊 民进党政府如何如何 然后你现在讲到说 年轻人买母亲房子 我要延长贷款到40年 所以这个时候再回来 看到你处理这个南港的豪宅 大家就会有强烈的不平衡感 是 相对不平衡感就出现了 难怪你要隐藏嘛 难怪你要隐匿嘛 就是说原来这件事情 你一方面炒房 你一方面让人家增加这些房贷 你一方面说要降学贷 就你的高雄市政府 你的高雄银行不愿意降学贷 是 那你在做什么呢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又要来看 你刚才讲说赔了200万 不眨一个眼 对不对 因为他最后炒房不眨一个眼 那中间协助炒房 一起去买卖的 就是高美兰嘛 对 看起来是他们家的 这个很好的家族朋友 是 是这个李嘉芬夫人的闺蜜 姐妹涛 问题是 他现在在做什么 他现在是高雄市 观光局的主任秘书 他的儿子现在在市政府当基要 市长市的基要 对 高美兰 他当时一去瞧这个钱 包括买的 卖的钱 那结果200万 他赔了不眨一个眼 他为了100多万的板税 追杀 黄光局到底 你没有觉得 这家人在做什么 高美兰在做什么 一手炒房 然后最后看到不对劲 赔200万卖掉 一手叫人家写书 帮你做一个镀金之后 结果人家的板税 本来还不打算跟你要的 结果你一路追杀 叫人家100多万 也要镀出来 我认为这一家人 相当有问题 在金钱的处理上面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林俊仙还爆料一个 真的可能就有 贪污的问题了 你看当时是国民党执政 对 他不是 他今天报道 直接就是说 我带七成 然后你刚才算法 就是说 如果有出三成 然后这三成里面 如何如何 中国处得出三十万吗 是 结果林俊仙他爆料了一个点 他说他根本只带了五成 剩下的两成哪里来的 是要求台肥借给他 因为这栋楼是台肥盖的 台肥为什么这么好 台肥一开始当然不要 所以他在压迫他们的时候 台肥还出了存在信函 2011年 对 那个时候是马英九执政 国民党执政 台肥是工营事业 那个时候台肥还出了存在信函 告诉韩国瑜说 不行不行 依照公司的治理 我是没有办法借你两成的 是 结果他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公司认栽 借他两成 才让他成功的可以用 七成的 不用类似贷款吧 因为两成是台肥贷的 然后才只要出头七款 三成 三成 那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这是林俊仙委员所爆得料 是 那如果这个属实的话 哇那你这不得了了 你这个变得不是有钱 然后你可能去 还有公家机关相关的 这种国营的事业 帮忙协助你可以 就是 获得更有利的这个 他可以说他不是立法委员 不过他那个时候也是一个 准公职 可能是北农的总经理 然后太太有议员的身份 他有没有实质影响力 有没有直接去对于 国民党的执政团队里面 去上下起手 去要求台肥任栽呢 那那个时候的台肥总经理 好像是以前的李富新委员 是不是 要不要大家出来讲讲一下说 高雄的李富新委员 前国民党的立委 他那时候当台肥总市长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好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最后要讲的一个点就是说 一个以沙石明代贵族学校起家的人 要买这个豪宅 我没有意见 但是你假装用这样的一个财富 把它引力起来 结果打的是阶级斗争牌 你要讲学贷 结果你的高雄银行不借人家钱 然后呢你要叫人 你这边草房 你另外一方面 让人家年轻人 待到四十年 一辈子都被你套牢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会认为不仅是庶民破灭 我认为韩市长跟李家芬夫人 必须要说明清楚 你们的这种假庶民 真权贵的草房 而又在选举的时候 制造社会分裂的阶级斗争 所谓何来 那当然林俊仙委员直接指指的 你那两层是用什么手段 就跟台肥借到的 压迫下借到的 请说清楚 好来 世伟哥 这一定要解释一下是 因为大家观众现在想说 7200万的房子 这真的是 不是一般人买的钱 你先不要讲什么啦 单单这个头期款的自备款 2150万 你要准备出来 一般人欠缺内斗 就很难拿出来 来 世伟哥 我先讲 要算机 接受检验是应该的 碰到的事情 然后有这一则的一个新闻 大家在质问 说清楚 讲明白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是买房 并不是炒房 刚刚朗东在讲的 说的文章有一个 我必须要博视一下 好 他把这个 他买预售屋 还没有交屋喔 我相信广大的民众 大家都知道 你买预售屋 你还要买交屋的时候 没房屋所有权壮的时候 你是台没款的 那这有讲了吗 内湖原本买了一间 有贷款 然后贷款了之后 因为他要接北农的总经理 北农在哪里 总经理上班的所在 就在宾江街 在里面 一间就在网站 办公室是在里面 你如果从宾江街 内湖要到宾江街上班 是比较近的 后来南港又开发了 那他因为 来后这间太小间 所以说 买南港这间 九十多平 来后这间多少 几平 来后这间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 庭湾在讲的意思就是说 内湖这间 比较小间 因为其实你们要查一下 到底有没有真的小半大 当然 这个我觉得 我主张 当然要说清楚小妹妹 是 面对于外界的一个质疑 不要再像四年前的 军材案 拖整个月的时候 你没说清楚 然后对选情有影响 对 当然 今天我必须要讲 内湖的这一间房子 不够住 所以说 去买南港这一间 回去的过程当中 他还没有交屋 那你还没有交屋的时候 好啦 你哥邦要执行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本来就都要来 孩子有的是 台湖不是买的 我就告诉你 你内湖你卖掉了之后 这边一段 分年 分年有房子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 你韩国瑜要来北部 北農上当总经理 想说买来台北发电啊 你买一间 让整个月啊 都能够住一会啊 不是 我就讲嘛 因为他就讲了嘛 你买了 你想要到台北来发展嘛 所以说你小孩子要住 所以说买一间大间的嘛 你买一间大间的时候而已 你来买买掉 你来买一间 合理啊 对不对 你买起来的时候而已 怎么会有讲说什么贷款 然后五千零五十万 然后每月要付三十万 朗东刚刚讲的是正确的啊 你就还没交出 你要怎么贷款 你就还没落出 你就还没交出 你要怎么一个月六三十六万 所以说在预售的过程当中 还没有交互 他发觉 诶 这样如果生气的时候 这样不败 所以说了钱它没掉 也不是说第一时间要卖掉 那我必须要讲 你说这个就是豪宅 诶 在分年那间你也说豪宅 请通宛请一二万 你也说豪宅 买了乱买买买八百万 你也说豪宅 可是七千两百万 真的是豪宅哦 我们现在这么多收看的观众 这有受公平的哦 你也不见好高哦 让民众来说 诶 你来看 今天你让我讲完嘛 好 云林那个地方 你以那时候的市价 诶 你也说豪宅 这个地方七千多万 你说南港这一个部分 新开发的 诶 你也说豪宅 没有关系 大家的建议 鉴定 然后建议 你再借地 说这个是豪宅 那个是豪宅 没有关系啊 你选举 你要把它打成 讲说 哦 他是富贵人家 我说实话啦 那韩国他整厚早 跟你蔡英文 富家女比起来 诶 一张超高手啦 但是今天我必须要说清楚 讲明白说 他今天并没有去炒房 他把这一个 缴不起 他自认为还没交屋之前 要把它卖掉 他是赔钱的哦 他是赔钱的哦 这一点我必须要说清楚 那我再回应一下 天宁委员刚刚讲的 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减裂 他已经有说明了 是针对身心障碍者 还有一些低收入 他的一个人数 这些学生减少了 中央补助的一个经费 比去年减裂了3.72亿 然后他的这个少子化 然后退休人员 然后也减裂了1.8亿元 并不是讲说 把教育的经费 他就缩减 他是因应调整 但是教育局的一个经费 他还是在高雄市政府 还是占比例高的 这一点高雄市政府 已经说了 那也做澄清了 我希望不要再讲说 以而传而那 这个必须要 你说你这个房子 你说买房 然后你说什么 我说不是炒房 他买的 他是为了因应他的需要 一般的老百姓就是这样 你买到那时 今天说起来 你如果好朋友 带去买 带来买到那时 我负贪不去 我当然是卖掉 那你说申报的部分 我也必须要讲 我也做过 新北果菜公司的副总经理 我一百年到位的时候 果菜公司 这个主管是没有申报的 那你如果今天讲说 他该申报 他没有申报 我相信监察院都会抓到 他绝对会罚款 所以说这个部分 不用去答应 没有什么常逆的部分 那我相信这件事情 之前的媒体朋友也有讲过 只是没有像今天周刊媒体 讲得这么详细 但是我也必须要讲 把他交代了清楚 昨天何庭万 对周刊在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清楚了 来源是这样 当然你说 那一个内务是买多少 当然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深思 我们要面对于 外界的一个检验的疑虑 我们当然说清楚 假面白 不要让对手 有炒作的一个机会 好 世伟哥呢 我花了比较长时间 让他说清楚的原因 是因为呢 我们也希望了解 到底韩国的状况是如何 是不是真的跟我们 像何庭万所讲的 庶民是有买卖房屋的权利 只是庶民 真的所谓的小换大 是这样换吗 然后你在换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想清楚 最后发现说 因为我财务压力 所以我来不及 你不是突然间 被公司lay off 是你本来就失业 那你为什么会想不清楚呢 这中间 有没有没有说清楚的地方呢 我要回来带你了解 媒体追踪呢 就是当年 韩国瑜他们买下的这一栋豪宅 下值7200万 那么虽然说后来是 小培售出了 不过当时 谁跟李嘉芬一起买房子呢 分别就是现在任职 公司观光局主秘的高美兰 高美兰 第一个 第一次名字被听到是什么 就是当时 黄光琴板税 特别提到的这一位 来帮忙乔的高主任 还有另外一位呢 是台北养德福伦社的 前社长曹启年 而他们通通一起 看上了这个房子 这是好友 有志一同一起来做邻居吗 我们带你来看这个报道 年轻大月 记者会活动上 高雄市观光局主秘高美兰 和李嘉芬两人互相摇耳朵 闺蜜好情仪 是政坛上公开秘密 外传两人感情好到 连买房都要买一起 气败豪宅树立 台肥公司跨业盖房 2001年这个宪案 号称南港第一豪宅 成了李嘉芬贵富购物团的 投资标的 当年李嘉芬还有现任高层市观光局主秘高美兰 以及养德福伦社前社长曹启年 三人各自买下一步 李嘉芬跟高美兰以先生名义定王 曹启年则是以个人名义买下豪宅 三人好交旗可见一番 因为这件事非观公物 那我们这边也没办法回应 跟李嘉芬一起买豪宅曝光 高美兰透过市府回应 实际上追逗南港豪宅当初叫好叫做 连前立委蔡振元也买下这 前立委蔡振元被检票查出 侵占中影自吞三亿七千万 还拿六千万买下这处豪宅 豪宅住户重新雲集 包括艺人黄宏文 后买新书部及铁黑歌后同家会等 都是住宅者 奉勸李嘉芬女士是否赶快像上次一样 出来开个记者会 把它说明清楚讲明白 崇云宁龙社案涉及违建 现在又被爆料 以韩国瑜名字买下洞责7200万的高级豪宅 李嘉芬手握一家经济大权 还有没有投资未爆弹 这跟韩国瑜喊的庶民恐怕跟曝光事实相差甚远 三顺看最后就回头报道了 宇潮先生大家关注的就是说 韩国瑜在这一段期间是失业的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家里的经济租住 一定就是另外一半嘛 因为他三个小孩 韩兵最大些也都还二十几岁而已 绝对不可能是说让孩子出钱嘛 要不然就是得要有父爸爸父妈妈 可是如果真是如此 韩国瑜他又讲了嘛 他也说他是庶民出身 所以现在最有可能帮忙兜这些东西的 包括你看一起买的 都是李嘉芬的闺蜜 所以李嘉芬的角色就很重要了 我还是写下手板给大家看我的想法啦 我觉得这才是庶民的心声啦 刚才楚音说相对剥夺感 我觉得什么叫做相对剥夺感呢 有钱不是罪过 但是呢装庶民骗选票啊 才是邪恶啦 一般人不会去管说啊 你这个交易过程怎么样啊 对于啊 没有实际操作过房屋买卖的青年世代 无颗瓜牛 跟一般中间选民或是年轻的夫妇来讲 这就是庶民感受 什么庶民感受呢 我们来检证一下韩国瑜啊 口中啊 像天文说的 他在打阶级斗争嘛 他斗倒的对象叫做权贵嘛 那权贵啊 我仔细思考看看啊 大概有哪些特质呢 第一个嘛 不就是密室协商 进行呢 全力的交易嘛 我还想问啊 韩国瑜啊 你当初投入初选的那个脉络跟过程 跟吴敦义啊 跟啊 OK 国民党中央的大佬 你们到底聊些什么 公布一下录音党好不好 嗯 可能呢 事过境先 大家也都忘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什么呢 透过特权啊 进行套利 或成为呢 股市秃鹰嘛 因为大家很重视公平正义 特别是太阳花以来 大家对于所谓的居住正义啊 或分配正义啊 大家都非常在意 所以很痛恨 买办啊 或是权贵 这是第二种 这叫权贵嘛 第三个叫什么呢 第三个叫做呢 座永财富生活优渥嘛 其实我觉得这比较中性啊 如果各凭本事啊 郭董啊 座永多大豪宅 我觉得他也是个成功典范嘛 有很多年轻人会觉得有为者易若是 过去郭董啊 白手起家 这没关系 这也可能是权贵啦 那第四种叫什么呢 拉帮结派 近亲繁殖 有了权力之后呢 就搞小圈圈嘛 好 如果按照这些定义来看的话 韩国瑜哪一点是庶民 通通都符合这些权贵的身份啊 你是不是密室协商 进行权力交换 你是不是生活优渥 我觉得最难接受在哪里 我印象非常深刻 2018年他投入猜选之前啊 天下杂志啊 对他进行专访 他特别强调 那个落寞的17年喔 虽然呢 我在友台讲过啊 他在中国 中国念书的博士那9年 过的是什么样奢赢的生活啊 这个我有所本嘛 好 那但是他还是不断的强调说 我那时候从人生啊 重困潦倒 是 我只剩下一只破手机 跟一台烂车 我必须呢 想办法呢 在木炸老家的附近呢 租房子 这是他在起手室说 木炸老家租房子 跟现在内湖 对嘛 所以这可以比对嘛 这是他在天下专访时候 所说的嘛 我把它调出来 仔细再看了一遍嘛 是 那我说他后来的起手室 就叫做卤肉饭 矿泉水嘛 所以我说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做庄宿民嘛 你真的本质是啊 都是权贵嘛 简单来讲 你为什么要装这样的形象呢 刚才士维兄说的很好啊 小英家庭很优渥 但是人家没有装庶民 郭台铭家庭很优渥 人家没有装庶民 所以说为什么叫相对剥夺感 是 特别是在现阶段我说的 分配正义啊 居住正义啊 这些都是呢 公民社会 或是年轻人最在意的梗嘛 简单来讲 我今天还特别上网查一下 我也实事求是哦 对 这是信义房屋 我们不要把它打广告 但是今天最 今天最新的成交价 104平的 要8000多万 简单来平均一下 一瓶要80几万 是 大家用尝试去思考 何庭湾讲这样的话 不无道理 但是符不符合 他们所主张的庶民经济 跟庶民精神 其为一个中产阶级 或是呢 一对啊 刚结婚的新婚夫妻 或者是呢 有一个小孩的 OK 中产阶级 他们在台北市 如何购买 一瓶80万 是 的豪宅 80万的定义不叫豪宅 那什么叫豪宅呢 好 相对来讲 刚才思维哥说 在云林的那个啊 不能叫豪宅 那我就要解释啊 为什么在多份民调之中啊 如果以阶层 或以区域来看的话 韩国瑜居然在云嘉南的农民的支持度相对较低 我又要现身说法嘛 在我的堂弟眼中 他们真的是庄家和做事保产的啦 是 他们好不容易累积了20年的财富 才可能帮我们的老家三合院 稍微翻修一下 花了300万 嗯 结果他看韩国瑜这样的一千一两千万 又开维多利啊 对不起 这是一种比较上的相对剥头感 是 白白 大家刚才会说啊 你是云林我们是嘉义啦 啊我们也是种田的啦 韩国瑜又告诉大家 我只是个卖菜狼 我堂弟很生气的是 他卖菜狼 我跟我爸爸就我叔叔一起种田啦 种了三四十年 好不容易的攒了300万要翻修 想说呢 哥哥要结婚啊 或是大堂哥回去的时候 有个地方可以住的舒服一点 花300万 人家累积了一辈子的财富 结果呢 你的维多利啊 我在前天 直接告诉大家 你是怎么收费的嘛 是是 收费标准在这边 收费标准在这边 月桥 对 对 虽然还有人来跟我呛下说 哎呀 那个维格喔 或是那个康乔啊 对不起 我不想比那个啦 请问在于宁嘉义一带的正常人 是 是 中间选民 中产阶级 是有办法送小孩去念一学习要十万块的学校吗 嗯 我们也不是仇富啦 你有本事开学校OK啦 你就直接告诉大家说啊 我们走的就是精英嘛 或是买豪宅错了嘛 但我觉得国民党一定要小心喔 因为这一切啊 并不是我们要来吐他槽 来检证他 是他自己把树民含得很大声嘛 这一切都是他告诉他 阶级战争也是你挑起的 树民形象也是你造神炮制的 你不断地把自己脸上贴金成为 我苦民所苦 莫忘世间苦人多 结果你做的示范是什么 我说相对剥夺感啊 第一点是来自于财富的 第二个高雄市民跟很多台湾选民 才有相对剥夺感的 什么意思呢 你去年告诉大家要发大财 你告诉大家高雄要改变 高雄还来不及改变 你已经北漂了啦 或者是高雄现在的市政 或是高雄现在的市政的内容 到底怎么样 我相信高雄市民有目共睹嘛 好 等一下休息一下 所以这不叫相对剥夺感吗 我们就让盈利 身为一个高雄市民 还有很有名的高雄妹王时期 来聊聊 看到韩国瑜居然 他专访的时候会讲到什么 说他当初是在租房子 结果没有告诉大家的是 租房子的同时 内湖有一个房子卖掉 然后来买这个南港的房子 到底有多少房子 廣告回来更多讨论 看到韩国瑜在失业的时候 可以买得起豪宅 那么刚刚提到的高雄民众的相对剥夺感 有没有相对剥夺感的 恐怕不只是高雄民众 等一下让盈利好好来讲 还有黄光琴在 你还不知道的韩国瑜里面有提到 他说护卫对志工自己贴油钱 自己掏腰包解决吃喝 当看到我揭露韩氏夫妻财产 跟政治现金申报的时候 财产4000多万 竞选总部有时候一天吃掉 六七百个便当 他们却连一口都没有吃到 他就觉得说他陪韩总统 行至大甲正南高 还要去吃斋饭 我虽然没有丢杯子 但也握了拳头 这拳头都硬了 他所谓的护卫志工有看穿了 心凉了 但已经走了三分之二了 底下立刻就有人也留言 这一位刘培英 他也讲了 他就说 看到那篇护卫队的内容 想到当初查政治现金账 这里餐饮费有百余万 那多达六七万的便当钱 原来钱从来没有买便当吗 或是没有靠场过护卫队跟义工吗 这个真的是 讲起来感觉上很庶民很照顾 可是其实都大家自掏腰包的盈利 是 我想刚才听到大家的分析 我真的觉得很感慨 我自己在大学当了好几年的系主任 还有当了两年的文化局长 我真的可能连他的十分之一的房子 我现在都还买不太起来 那我想在高雄七千多万 其实可以买五 在市中心买五栋透天都没有问题 我想因为高雄跟台北的房价 不一样 大家非常的大 那这也是回到 刚才宇嫂老师讲的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只是一些表象的一个现象 你从韩市长他从去年选市长一直到现在要选总统 你看他一直在操弄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蓝绿的二元分化 一个就是阶级斗争 其实我很推荐要看一下这个张老师的一些文章 因为他讲的很鞭辟路里 就不只是这些表象 还有他里面所潜藏的一些符号的一些印象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台湾 这个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 其实我们很喜欢一种故事 就是小时候家境非常的穷 然后非常的辛苦 但是你透过这个你个人的努力 然后你可以到达一定的成就 其实我们社会是非常非常鼓励这样的一个励志的一个故事的 事实上这样一个励志的故事 但还是要有一个阶段跟一个过程 包含他去年来这边 来到高雄选举的时候 告诉我们不管是刚才讲一瓶矿泉水一碗乳肉饭之外 大家对他的一个形象 就觉得说他好像很亲民 然后呢这个一清二白 然后呢愿意为高雄来打拼 而且呢是在他的帮助之下 让大家发大财 所以当时大家是对他这样一个期待 包含他当了市长之后 因为事实上因为高雄可能民进党执政很久 他其实没有他的班底或人才 所以来了高雄之后呢 他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任用 有些的状况 比如说像行政纪国际处的处长一直在换 到目前为止还有几个局长 还是玄缺在那边之外 可是他大部分的也都有点亲信任用 我刚刚讲的高美兰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我这边有一个图表就很清楚 其中这个表已经很错综复杂 讲到很多的相关 包含夫人帮这样的一个裙带关系 那当然有太多了 我不一一讲 我就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像这个陈建腾 大家都很清楚 当时他去本来要接土开公司的总经理 那他原来是这个夫人的司机嘛 后来大家有到这个北农 担任像副组长这样的一个职位 那这个东西也不符合我们刚才讲的 你家我们不怕英雄出身低 是 英雄不怕出身低 你有这样的一个从基层干起的很好 可是呢 当他干到一个北农的一个副组长 接着去接土开公司的总经理 当时引起很大的花 现在去接的是谁 现在接的是洪东路 是副市长成绩 就你一个副组长 在这个副市长之前 要去接这样的一个位置 是 然后像这样的任用办法 高美兰 帮他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 都让我们觉得说 那你这样一个任人为亲 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有办法把高雄的市政处理好 而事实上你现在来看过来 就高雄的市政 是非常的一个荒腔走板 到目前为止 能够把他最近的一支广告 我看了都快吐血了 还是讲他铺了多少马路 那个清了多少水沟 是 然后呢根本他就不是第一个 推这个双鱼教学 他竟然敢说 他是第一个在高雄 推动这个双鱼教学 我觉得这个东西 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两个启示 一个是说 没有人反对你赚发大财 这个赚大钱 如果你真的是靠自己的能力 我们鼓励 而且去支持这样的人 但是不是说 你本身就很有钱了 还是要一直在包装 这个阶级斗争 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第二个 你在做处理市政的时候 等一下我再举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 早上高雄市议会 我们高敏令员 又在提报 一个跟以前文化局的关系 那个稍后我们会让引力来补充 但是讲引力的例子当中时期 会不会就觉得说 现在韩国瑜告诉我们说 他是庶民 但这个庶民 跟你我的认知 真的不相同 我觉得我可以建议韩正英 赶快趁 就是打铁趁热 这个时候赶快出一本书 庶民理财数 如何失业十年 可以买进七千两百万豪宅的故事 还有保单也很厉害 我觉得我一定会想买这本书 大家都会这样期待 就是说刚世伟也讲的 我觉得有点太过轻轻巧巧 也就是说 一般老百姓 没房子住 他们会设法去想买房子 对 到此为止 可是一般庶民老百姓 不会一开始就去挑七千两百万 南港第一豪宅下手去买 那按照一般人最粗浅用膝盖想 都可以知道说 你没有房子住 第一 你买一栋是自住 你买两栋叫投资 你买三栋 以上叫什么 叫炒房 所以韩家不但有比佛利透天别墅 有云林农舍 看来在内湖是有房子的 然后下手南港第一豪宅 你觉得他们家是在干嘛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庶民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打庶民这个张牌的时候 我觉得你最好就是诚实一点 因为人民在意的是政治人物老不老实 如果你今天只是作为一个包装 然后出去的时候不断的讲说 庶民要跟要选庶民总统 然后我我穷得很 然后寒冰还跑出来在这个这个黄光琴的书里面背书说 哦我们家不太有钱 爸爸尤其可怜啊 是 他一个十年的老车在高速路上看了好心疼 好危险 所以赶快攒了钱帮爸爸换了一台车 是 这些故事原来啊都是假的 因为你们家可以下手7200万的房子 我觉得这不是一般眼界可以去做的事情 更何况那一段时间你是失业 可是你的三位小孩其实都在都在求学 求学的那一段期间其实是孩子花费非常多的 所以当时这个按照李嘉芬夫人这个说法 当时他们买了很多保单 是为了要这个从孩子的未来要到这个国外去念书的这些钱嘛 哼哼哼算起来就是年缴保费 就一共34张保单 当时大家帮他算说年缴保费要8.5万美金 也就是说又买这么贵的房子 然后又有保费的支出 可是你们家两个主要的人在失业 这不是一般人会做的事情 没有他们有维多利亚学校啊 是啦 这个学校 是嘛 所以你们家很有钱嘛 这个心血蛮好的 对啦 所以你们家很有钱 你就不要在那边装说我是庶民 然后十年老车好危险等等的 你不要做这么虚假的事情 你不是庶民 你就不要用这个东西行骗天下 我觉得那个是对政治人物最基本的要求 你是怎样就是怎样 不要 你明明是一个可以买豪宅的人 可是你却要用这个东西去欺骗你的选民 这是诈骗耶 这是诈骗行为 我觉得人民受不了的是因为你诈骗 你不诚实 你不够老实 而且我要提醒一点 就是说每一次的每一届的总统选举 都跟房子很有关系 对 上一届是军宅 这一届是 之前还有宋楚瑜的在美国夏威夷的房子等等的 每一届都有房子的问题 所以我会建议韩振营好好处理房舍的问题 你不要一句话说 这个一般庶民没有房子的时候都是买房子 没有一般庶民是买七千两百万的 好 休息一下 国号会来带你来看 当然不止韩国瑜房子的问题 包括连夫人是不是市长休假 那么就换夫人伸手进去高雄市政呢 国号会来带你了解 欢迎回到情境新台湾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 韩国瑜现在被周刊提报 就是在南港曾经买花了七千两百万订下的这个豪宅 但是在2014年2015年 整个的这个房市要开始不景气的时候 就赶快脱手卖了 他们认为就是说 因为这个房贷压力太大 但真是如此吗 除了现在有房子的问题 需要说清楚讲明白之外 今天周刊也说了 其实在韩国瑜的阵营当中 有所谓的夫人帮北京帮吗 还有选举后面帮忙吗 那到底韩国瑜的夫人 在高雄市政府是不是有其他看不到的角色呢 我们休息一会